他都是说这些都是有聊天记录啊 还有相关邮件作为证据的 就是他是正方有一天就说要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说要孩子 然后这个要孩子这事呢 也在他的计划里面 但是正方又说 这个可能会影响 那个那个正方就可能就提出来 这个这个代孕的这事 因为可能是出于这个工作的考虑啊 或者是出于这个 呃 岁月的考虑啊 就就说 就说就是要代孕 他是抱怨过郑爽出轨的 他是抱怨过这事的 他就说他把我绿了 还说是为我好 都都都看见了 跟那那谁 我也不说姓名 这这得罪人 1月21日张衡朋友就郑爽与张衡事件发生 将绿了张衡和郑爽的过往 他表示是郑爽主动提的代孕 还报大料称张衡说宁可一辈子不结婚 也要把孩子带身边 郑爽出轨绿了张衡 还告诉张衡是为他好 职业正爽的出轨对向热搜上游 浴室间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记得关注我哦 好看视频 轻松